Hong Kong Earth Station 香港台 香港人的聲音 香港人的主場 大家好 今天又來到星期四這個特別日子 有什麼特別呢 除了我的背景換了之外 今天也好像上個星期一樣 我們請到米加勒 他來到我們當中 他今天就沒有帶朋友來 上次就帶了一個不太受歡迎的主持人來 今天他自己一個上來我們節目 他今天就會繼續跟我們分享有關通脹的問題 是 大家好 Angie 為什麼你穿得那麼迪士尼 好像去了馬上街 今天那個天氣又特別好 又不是很熱 那因為 免得整天黑漆漆 我就再做多些有色彩的東西 讓大家開心一點 哦 OK 其實我想天氣熱之外 那個股市都很熱 就是在上個星期 我們都有溫股資深 又看一些股票 那你記得如果其實有看開我們這個 這個環節的節目裡面那時候 其實前幾星期我已經提大家 留意那些科技股的 你記得嗎 是啊 那是很特別的 是的 最後提指數呢 就沒有什麼大動的 你留意一下 那但是呢 那些股票呢 就炒到險裡頭陷的 那多數都是科技股 那不用說了 這次呢 就不是Elon Musk出場了 Elon Musk 就被人家瘋棄了 因為他都一時一樣 那反而現在焦點主角在哪裡呢 就是Warship Bank 那我們去看一下究竟 就是有什麼事情 現在我們那個 就是發生著 你看一下現在那個 先看一下我們那個 Bitcoin Bitcoin就好像 現在看回我們和上個星期 沒有什麼變 好像就回我們 今天早上還升到 38000多元 但是它中間又有幾天 是突然間飆升了 然後現在又下回一點點 是啊 這個我想 都是Bitcoin現在一個 趨勢 接下來都是的 上下上下 你看一下 我們上一次說完之後 它就跌到去到 應該三萬 應該三萬一千 應該三萬一千幾元 那這個我想 大家都有心理準備 我自己本人 就暫時來說 我都未必這麼大膽去買 就是去買 那個原因 就是它很多被明朗的因素 但是呢 長遠來說 加密貨幣來說 我想是 將來我們一個配置資產 裡面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那你覺得呢 是時間進去呢 記得提一提我 嘩 我們一個禮拜才見一次 中間發生這麼多事情 很可能已經是見目全非 一個禮拜可能升了 一萬元都不奇怪 那 我們看到很多國家 現在開始 出來抱頭的 特別是那些 就是第三世界的國家 或者 我們不要說第三世界 或者那些國家 是比較 沒有美國那麼有錢的那些 那很多走出來 都現在 立定那些 比特幣呢 為了一些交易的貨幣 那那上次呢 印度出了聲 那這次呢 就十二雅多 那你看得到呢 很多時候呢 現在這些貨幣呢 是有一個跡象呢 好像是去美元化的 那不是去那個美元的意思 而是 就是 the American dollar 就是你已經 get rid off 是的 就是已經不想倚靠那個 這個美元資產 因為現在美元的資產呢 某個程度來講 美元是下跌著的 就是如果你有 就是香港人 或者可能你是加拿大人 你感覺到呢 現在你的貨幣呢 是值錢很多的 那所以呢 就很多國家呢 就特別呢 最近俄羅斯呢 他們呢 就把他們那個儲備呢 大部分來講 那些美元資產呢 全部都去 就是 去轉移了 那轉移去什麼呢 那始終資產會走來走去 貨幣都會轉來轉去的 那他們大部分呢 那資產呢 就轉了什麼呢 就是轉到歐元的貨幣那裡 OK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 我們今集來講是 就是通脹的嘛 是吧 高高高 高高高 意思是說呢 我正在來的了 是吧 但是我們都不可以說 就是坐以待幣的 那所以呢 那這次第二集呢 我們會講一下呢 究竟通脹未來的時候呢 我們有些什麼 就是要預備 那回顧上一次 我們看回一些Wallstreetbanks那些的股票 那今天呢 就大跌得很厲害 那尤其是GME GME呢 跌了都有成 跌近三成的了 那是因為 那幾樣東西 其實很多那些散戶呢 在Wallstreetbanks 就是過去這個 這個禮拜 這個禮拜很厲害 那我們都看到很多的股票呢 我自己都 我都買入了 我就很快就走了 因為我知道呢 這些股票呢 都是一夜情的 真是 一夜情 那去看看Wendy 你Wendy 大家也吃過Wendy麵包 是吧 他都可以炒到兩三成 一天的 那你想想多誇張 那還有一個Wish 如果你有買開網上買的買東西呢 他有很多便宜的Wish 就是計算Amazon之後呢 另一個很popular的北美洲 去經常流浪的網站 這個Wish呢 都升得很誇張 那不用說了 BB Ban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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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昨晚都說過的 是 就其實加拿大都有公司來的 多倫敦我們都有上市的 AMC都很厲害了 曾經最高升到七十幾元 那Ford這些都是 就是 Denetlean裡面大家都很喜歡炒的 而且是討論區裡的排名的 暫alia 正 months來講 a & mc 看得起是最多的 有差不多兩億美金 两億…兩億 兩億股 2億股 就還開始二十幾 都一到八億的 很可能 那 今次那 那我我 precisely 我個人意見 就是並不是一個反觸planet的v用 大家是聽完之後呢 现在就自己自行去分析了 我要留心点听清楚这次真的 我觉得现在这次的跌就是 跟联署局谈论现在我们的CPI 和我们的非农业就业数据等等 这将会在星期五出台的时候之前 一个震仓是会读你的 我自己个人也都有几个 这些Warship Bell里面的股票 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无风险的人 可以不妨趁低及日 就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AMC 你不要问我上星期你才说AMC看电影 谁值这么多钱 但是升了70多元跌回来 如果30多元又不同了 那当然了 我当时最早买89元的时候 你说有没有可能 我现在就没有可能了 但问题是如果接受现实 你走了货的话 你赚了钱再想买入 我觉得如果跌了一半 AMC无可否认 在Warship Bell里面来说 我以年来做单位 未来的年数里面 都是成为一个追捕者 GME也会是 但是GME今天的坏消息 其实他们卖了500万股 所以他们的管理车 跌得特别厉害 跌到30多元 是啊 那也没办法的了 你看看这只股票本身 都升了483元 那你都跌一半 都很正常的了 那我会觉得 GME我不会觉得 我会列入我追捧的对象 反而AMC 这个可以成为Warship Bell里面 计GME之后 另一个精神代表 那你不妨去留意一下 那介乎的价位 我想可以 你想一想 七十多元一半 那你自己解一下 好 第二只呢 就是Black Bell里 我因为是加拿大人 我会觉得 买Black Bell里的东西 应该都不太差 第二 我看到它 上次我们讲过 它都有几个业务 是网上安全 和人工智能 那这些是未发挥出来的 价格 现在都是便宜的 十几元 那但是现在这个价位 未到我心目中的价位 那我自己 我会看是十 如果美金算 我觉得十一二元左右 那如果价值来算 其实就十三四元左右 喂 但是你刚才说 那个什么农业数据 明天就公布了 那我们做完节目 三点半 四点钟又收市 但是它 还没去到那个价位 那我可以什么时候入 其实呢 如果你买正常 通常我们那些股票呢 就是在交易时段买卖 但是正常的投资者呢 他们在非交易时段那里 哦 就是本前本后那些的 你如果进去 网站看呢 你通常都有一个叫做 pre stock 和那个 after stock的price 那那些人呢 就在那里才见真章的 所以你一按四点钟之后呢 那些股价上上下落呢 是很夸张的 到你开市的时候呢 它是打回原形的 那当然啦 这些就是你要看你自己啦 你是一个投机者 你是投资者 是一个投机者 就不是这么玩的 那么 Belberry AMC 我都挺喜欢的 第三个我喜欢的呢 就是Fort Fort 这个东西呢 是好东西来的 如果你买Telser呢 我觉得呢 我其实我第一集 我都讲的 我不觉得Telser 会是长期拥有 第一 Elon Musk 我对它有点抱怨 第二 这间公司 有很多的 价格的表现呢 虽然它中国那个 现在它那个销略很厉害 都卖得很厉害 在中国最近 刚刚公布的那个数字 但是我仍然对这间公司 也会有戒心的 但是我觉得呢 EV卡 或者在汽车行业里面呢 无法否认呢 特别是北美市场呢 有很庞大的市场 福大一个老牌子来的 它转型呢 来近日子呢 可以置入海带 那很难说的 十几元的价位 有没有机会升到几百元呢 那 不知道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说 这些老牌子 既然有一个银在那里了 乖到你不买呢 那么 那么 最后一只呢 我其他这些我都不看的了 这些有些呢 就是那些股呢 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那我就不建议的 就 第四只呢 就是我会看的就是Lokia Lokia 我自己都有这些手机 去到现在的 我这些旧的 我很喜欢它的手机的 以前那些啦 当然 你知不知道呢 你知不知道呢 Lokia呢 这个故事呢 我说了一句给你听 如果大家观众呢 有买开这只股票呢 你记得在1月27日这一天里面呢 他曾经呢 做 有了低位去到4个多 去到最高呢 9个多 是 那时候呢 话说呢 就是我的儿子 啊 我其中的小儿子呢 就很想去加入这个股市 那呢 以为呢 做老爸的 当然是要身体力行的啦 是不是 要怎么都要护住他 不要让他走差踏错啦 我好记得那天 早上早8点11左右 我立刻抄醒我小儿子 抄醒他做什么事呢 我们快点 没了以后 快点进这个Lokia 这个机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所有东西呢 当时呢 他早几天之前呢 前一天呢 已经开始疯了 就Warsherberg开始疯了 你看到他之前的价位 是4个2左右的 一升到5个多 那终于呢 他那天呢 马上即一开始 930开始禁锁的时候 立刻就买入 一买入了之后呢 4个多买入之后呢 就 哇 厉害了 那天升到10点多 那天就 升到10点多 那他呆了 呆了之余呢 那时候应该未到 未到9元的 是大概6元 5元6元 6元左右 那我11点左右 我就打给他 因为他出去了 嗯 我说儿子 快点没累了 快点走 喂 你一只股票 在这么短时间里面 由4元升到差不多 6元 那可能还会爆了 我不知道 那终于呢 他一想去预备这个时候呢 就刚刚停 即是涨停了 OK 立即就停了 停了大概不知道 十几分钟左右 他就立即按定 输入盘 早知道有你没有你 market price 立即set up 一按了出来之后呢 标到9元 哇 他说他人生里面 真是他很happy 他还没试过 这么短时间 在一个小时里面 可以赚超过5-60% 哇 那天真是要儿子吃饭了 儿子 真是很刺激 所以我刚才说 Warship Bells 这班人呢 是没有了解的 他们做过很多财务的分析 还有呢 他们都看到一些东西 很多老牌子 其实呢 美国 加拿大 甚至乎有很多国家 欧洲都是 很多老牌子的东西 你不要看它 就是看它没有了解的 只不过它就在现在的时代里面 它转型不到 但是问题现在转身呢 它分分钟可以很厉害的 好了 上星期回顾 我们说回那个加拿大航空 加拿大 是的 我们上星期说 应该26-27元左右 26元左右 那今天都算是挺好的 多了2元这样 那曾经最高升到29个多 就未到30 我就跟大家观众说 如果你保守 刚才那些就是风险型 现在这些就叫做稳健型 你怎么也好呢 这些股票呢 就不用想的了 你买了 30元第一个位 第二个位32 第三个位呢 48元 那就是如果你是不等钱 你听我说 这些交行呢 在我们开始加拿大会开放 那我们现在都 明天是吧 明天我们开始就第一个 是啊 是啊 可以出去吃东西了 欧洲 很开心啊 所以放心 这只股票可能会上落上落 但是不用怕 记得到这些股票 就是航空公司一定会爆发性的上升的 好 那我们就不讲太多这些了 香港本来都不够时间 我们就讲一下一些 就是加拿大现在的楼市 看到吗 这里 没看到 还在这个测试那里 OK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次 就看一下这个 就是 讲一讲通胀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回应回 加拿大多人多 现在我们的通胀都很厉害 刚才我们讲的CPI等等的东西 现在其实美国都忧虑 开始就不再放宽那么多钱出来 一来 二来就可能收税了 收税的意思就是放了钱 开始慢慢收 不过我自己觉得美团 储局呢 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样做呢 会刺激到那个经济爆破的 因为始终现在都是挺泡沫的 那讲到加拿大 你看看这些 真是 哇 我们的楼真的升到 每个家都会破顶的嘛 你看看 标价八九万升 就是成交二百四十几五万 你基本上 照那个价 你加回二三十%就没错了 那当然好区 那就容易卖一些 但是问题就是 你看到一个东西就是 我这些人资 每年来说 通胀现在大概是 美国那个 计出来大概是3.9到4.2% 其实我觉得如果实际的通胀来说 是不止的 那但是有一样东西 就是我也是很忠肯去解释 那通胀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疫情 使得很多劳工市场 暂停了就业 很多热株食停了 物料供应会停了 上一集我们也说了 那个供应链 这个通胀呢 我觉得呢 不一定是真的 就是说呢 这个 是 通胀是有机会假的 那所以呢 就是大家要小心 那就是说 不要过分呢 来到去相信这个通胀呢 可能会来到10年了 8年了 那怎么也好 那些东西会贵 没错 但是始终呢 我们看到一样东西呢 通胀如果处理得好呢 其实呢 都会是一件好事的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 那这个图呢 那这个图呢 就是代表了 买股票和买黄金 那些人最后开始讲黄金 那我就简单说 那如果通胀是好 好与坏都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经济有没有增长 如果经济有增长 这个图可以放大一点的 可不可以 你不是有 是的 因为呢 如果 再大一点 再大一点 是的 左手边 是的 这个 是的 那些朋友才看到 谢谢 谢谢 如果经济好呢 你发觉呢 第一第二幅图呢 那个股票和黄金 那个买入的那个回报比例 经济好的时候呢 股票一定是好的 一定怎么都好的 是不是 通胀上升不上升 那些都是其次的 是的 但是经济不好的时候呢 而通胀上升呢 你发觉呢 股票是比黄金差的 那所以呢 投资者要留意了 买金呢 很多人现在问我 买不买得过 一千九百多元最高 但是现在又会下回一千八百多元 我始终觉得呢 买金呢 暂时来说呢 未必是一个好的投资 那原因呢 就刚才我说过了 通胀是不是真还是假 如果假通胀 你拿金 就没什么用了 最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说 如果那个经济分散是上升的 现在其实经济呢 我们是好的 基本上美国的经济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泡沫而已 所以看回呢 第一 第二幅图呢 股票是比黄金好 只有第四幅图呢 是增长是下降 和通胀上升 才可以成立 所以就说 如果经济增长 你买黄金呢 我觉得 反而应该是 调转 是买股票 嗯 OK 那就是 如果要总结 今天我们所说的 就是买股票 抗通胀 如果你是进取型的话 就可以考虑 Ford AMC Blackberry 这个是我刚才记得这么多 现在讲这么多 如果你是一些保守型的话 就不妨考虑Air Canada 如果再保守保守的 那就买楼 不过买楼有很多手助 那当然要看你自己 买楼很快就钱 是啊 但是现在你知不知 买楼真的要争的 争得很厉害的 而且现在 大家都知道的了 未来的回流潮呢 很厉害的 我相信 你不要说买 连租都要争 是啊 租都要争的 是啊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未来 我们都欢迎 很多香港 住在香港的加拿大人 他们会有一个回流潮的 我相信 未来的三年里面 我们会有一倍的上升 就是香港人 香港人会三年内 有一倍的上升 那你再加上其他的移民数字 那我相信 每年有四五十万的新移民呢 应该都不差对比 那大部分人呢 其实都是选择 第一多伦多 第二温哥华 是啊 所以你看多伦多的楼 我想很难跌的了 我想五年 至少保守些五年 都很难跌的了 只有贵 就没有便宜的了 小回调是有的 可能会有机会加息 但是加完息之后 有多少呢 加0.25 你现在一厘落 你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加到五六厘 我们最高的时候 曾经 你知道不知去到多少 十多厘的 十多厘的 十九厘嘛 是啊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段时间 只要经济是好的 就没问题 经济不好 就什么都不好的了 始终这件事很重要 不过我相信 就是 未来香港人都是走难的了 那我相信 真是我们欢迎香港人来啦 一来欢迎香港人来啦 但是二来我们的房子 要持久一点 就是 真是尽量尽量都不要买 我身边 认识都 有差不多十几个朋友 会在今年到下年年头过来啦 OK 真的很期待见到他们 好啊 好啊 香港台有多些香港人的嘛 是 多谢麦加勒部长 那我们下个星期再看看 你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或者再看看你今天贴的那些 怎样 好啊 OK 拜拜 拜拜 哇 香港台connect了香港加拿大美国 澳洲英国 意大利日本 委内瑞拉罗马尼亚 找一下澳洲英国的香港人啦 那我们是澳洲英国的澳洲英国的澳洲英国